Yo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又來跟各位介紹新的東西啦 那這次介紹的這一款是2020年 由52TOYS所推出的一個小腾腾的商品 那這個當然這一個商品能為20世紀福斯賺進了大把的鈔票 它就是我們所熟知的一個PUROT 終極戰士 那這一次呢 52TOYS推出的這一款是 就是這個終極戰士系列的第一支 這款Jungle Hunter 叢林戰士Jungle Hunter 那盒子呢一改之前的呢 它直接全部變成了英文 韓文跟中文 三語言 跟它之前的版本的異形呢 各位一看就知道了 文字上跟排版上的差異啦 盒子就像這樣這樣對不對 那這一款終極戰士呢 它的盒子就這麼漂亮嘛 那當然你們一定也不想看盒子對不對 我們直接進入一個內容物的介紹吧 內容物呢 就各位今天是要看到這個樣子 這次的構成 一樣是一個 MegaBox的外盒 這個透明的盒子 那盒子處理的很漂亮 霧面 整個就是很漂亮的一個 變得反正很亮就對了 很透啦 然後跟它的一份 說明書 那說明書呢 各位還是啦我建議如果你第一次或是 不熟悉52Toys他們家的這個 MegaBox的一個設計模式思維的話呢 我是建議各位一定要看說明書 那說明書呢 就像這個樣子 你們可以自己定格起來 慢慢來看 大家會跟各位講怎麼變形 一樣老話一句嘛 與其看說明書 你不如就看我變 好不好 那裡面呢有份像這樣子的一個 彈片 彈片就是它放在裡面 折疊之後呢 可以讓東西可以從裡面彈出來 可是事實上這東西其實不太需要啦 然後跟一份 MegaBox的一個 商品的 算是廣告單啦 說明廣告單 坑兵壓就不開了 那構成呢 就是像這樣子 盒子嘛 然後一個 手提箱 這個是作為一個 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還蠻累贅的啦 不過 當作是它額外的一個小贈品 雖然它也是有參與到變形 但是這個東西其實我覺得 沒有什麼必要啦 那這個東西主要它吸引我的呢 是上面這邊你看到有這種 就是Prot的一個文字 那這個文字呢 當然如果你本身啦 是對這個系列有考究的話呢 你可以這樣看 那我這邊呢 在我的Facebook上面呢 有跟各位去 稍微聊一下這個東西啦 盒子上面這邊呢 你會看到它這邊有那個Prot的文字 123456 這邊呢如果你有它的文字對照表的話呢 你可以去稍微看 這就是 52 T O Y S 52T O Y S 不好笑耶 是真的喔 你們可以自己去上網找一下 Prot的文字對照 但是呢 這邊呢 它這邊12345 這五個東西 這五個圖案呢 我實在是找不出來 它到底是對應到哪幾個數字啦 或文字 這邊可能是它 52T O Y S 打錯了 可能圖案印錯了啦 或者是說我得到的 減盒表是不對的啦 一個翻譯的對照表是不對的 這邊如果知道的人 幫我翻譯一下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邊我知道是52T O Y S 這邊我就不知道了 那盒子呢 大概就長這個樣子 裡面呢就可以 像這樣子打開 打開之後呢 這邊打開 然後這邊可以有一個卡扣扣上 這個東西呢 就是它可以放它的這一個 這一次旁邊這邊額外附屬的這三個東西 等下會再跟各位講 這先放旁邊 這一次它額外附屬的這個 這個就是它的 算是人頭的一個 等一下 不好意思對焦對不了 這個呢就是它這一次附的一個 就是算戰利品啦 人骨脊椎跟頭骨的戰利品 那這個東西呢 它是一個軟塑膠 它一樣可以掛在 戰利戰士屏 就是那個 旅行箱上面 跟它的拿在Protor的手上 我待會跟各位再額外介紹它的玩法 然後呢 這個是它的 整個地圖啦 就是它 手上的那個地圖 打開之後這邊可以看到一個 類似坐標的東西 不過這個東西 我稍微有一點點話要講 大家會跟各位再說明 然後這個呢就是它的一個 電漿砲的一個特效零件 電漿砲就是它肩膀上面那個 電漿砲的特殊零件 打一樣會玩給各位看 然後這一次的 這一次的Protor 這款Jungle Hunter的本體呢 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這邊呢我稍微有點Moment 一開始剛剛看到這個零件呢 它是可以插在這一款 上面這樣放著之後呢 它的手 可以這樣子然後可以看那個地圖 一些坐標 但是我記得 其實我真的印象不是很深啦 我記得我當初在看 電影的那個 阿諾演的那部Prot的時候呢 我好像沒有看到這個功能 這好像是之後的那個 那個疫情戰場 那個第四集那個就是它打那個外星球那個 另外一種就是寫足疫情的時候的一個 那一隻長得很像Jungle Hunter那一隻的 功能吧 我記得這東西好像當初是沒有的啦 所以啦這個東西其實還蠻假假的 額外講一下而已啦 那這次這款Jungle Hunter 一樣我就當作它是當年那一隻被 被阿諾罵說長得 就很 You're One ugly mother fucker的那一隻好不好 然後呢 就長這個樣子 那這邊呢比較可惜的是呢 還是它身上這邊有那個 它 很隱隱為要的那個 漁網裝 但是漁網裝它本身是沒有上色的 所以當然 比較可惜啦 如果你本身對這種漁網裝有 莫名痴迷的話呢 你可以自己拿 飲料幫它做上色 好不好 整體就長這個樣子 背面這邊會看到有一個 電漿炮 收納在這裡 當然這個電漿炮呢 在這個時候呢 你是可以像這樣把它舉起來 這邊有一個 兩個三個關節 你可以把這款電漿炮轉到前面這邊來 然後這邊這個可以旋轉 讓它變成 在旁邊做一個發射姿態 然後呢 剛我說這個電漿炮的這個零件呢 可以插在這個孔 模擬出它在射擊那個 子彈收的那種感覺 雷射光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一隻 這一隻 肩炮呢 也算是 依當年的設計來說算是非常的漂亮啦 以當年的設計思維下去設計的 很漂亮 很細緻 然後這邊是一個球型關節 可以3815度 沒有問題 後面這邊這一塊呢 使用是一個單軸 搭配另外一個單軸 也可以做旋轉 這邊也可以額外旋轉 沒問題 然後你不要用的時候呢 你可以把它像這樣 收納在整個背包這邊 做一個收納 然後旁邊這邊呢 有一個額外的一個箱子 這個是它的 這邊可以拔起來 這個是它的一個手術包 打開裡面看到有剪刀啦 一些有的沒有的 當然它沒有辦法整個開到底 這是一個手術包 當然這東西 你在這個形態下呢 你是可以不用安裝的 當然你安裝也沒有關係啦 它是可以裝在上面的 然後細節部分加它的一個 可動性來說呢 我們先看一下細節 這個面罩真的是 回熊極順 然後頭髮這個部分使用的是一個 軟質塑膠 所以它是可以隨便你怎麼凹 正常凹都不會壞的 這種軟質塑膠 所以把玩體驗來說算是還不錯 不過可惜的是呢 這支的因為它的頭髮的零件是軟塑膠 所以 你在放在盒子裡面的時候 只要你稍微有點壓到呢 它這個盒子就會 這個頭髮就會變形 就會 歪白癢啦 很麻煩 要在整理要用那邊 吹風機那邊吹半天 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面罩旁邊這邊有一個 就是它的 瞄準器啊 這款電漿炮的一個瞄準器 也蠻刻畫的蠻寫實的 然後身上一些 細節 這邊使用的就是一個它的 比較裸露的盔甲 魚網裝 然後這邊這兩個是它的一個 算是步驟的那個褲子來口的地方跟 貼藍趴 然後它的腳部的裝甲跟腳旁邊的裝甲 那當然它是沒有穿鞋鞋的啦 就是像這樣子 只有一條綁帶然後下面一個 腳底板這樣子而已 那後面看呢就像這個樣子 也是一個盔甲造型 後面這塊也是它的一個 流書 然後這邊是貼藍趴的屁股那邊 然後背包 然後呢這邊使用的是一個 終極戰士都會配備的一款伸縮伸縮的戰刃 這款戰刃也是可以像這樣往前推呢 它會伸長 做攻擊姿態 往內收呢就會像這樣子收起來 戰 然後呢這邊另外一邊呢 這裡呢是可以打開的 裡面有它的自爆的那個倒數計時器 要阻塞的就是用這一個 所以你看阿諾之前它要自殺的時候就會 嗶嗶嗶嗶然後就 就爆炸了一個戲啊 這是自爆器 這樣吼 然後呢這隻的可動性來說呢 頭是可以左右 上下 三八十五頭 旋轉一圈完全沒有問題 肩膀這邊使用的是一個單軸跟球形關節 球形關節當然365度完全沒有問題 很像也可以平舉大概到這樣 那這邊有一個單軸的關節可以向上抬 這是變形結構的反揮 可以讓它手稍微舉得更高 然後這裡呢使用的是一個旋轉的關節 這裡是額外一個旋轉關節 當然這邊這塊擋板是沒辦法移動的 所以到這邊會卡死 所以要運用別的角度 可以折曲90度 手臂這邊呢 一樣可以做到一個旋轉 跟它站 拳頭一樣可以旋轉 這是額外獨立的 跟它站 手指頭這邊呢 四指是合起來的 四指可動 布袋細手 四指可動 上半身的可動性就是這樣子 那當然 腰部呢 腰部這邊有額外做一個可動在 鐵欄趴這邊 等一下會跟各位介紹 這兩塊裙甲的地方 是可以像這樣翻起來的 後面這塊也是可以翻起來的 那這邊 腰帶跟鐵欄趴這邊呢 有一個可動關節可以左右旋轉 砂巴整個都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骨關節這邊使用的是兩個很大的球形關節 可以前踢腿 到這個程度 前踢腿這樣 看著前踢腿這樣子 後踢腿可以到這樣子 非常的棒 左右開呢 也可以開到像這麼開 沒問題 那當然可惜的是 橫向沒有橫向旋轉關節 不過它用這一塊來代替 它的橫向旋轉關節 算是蠻有創意的 膝蓋也可以摺曲 90度 沒問題 不過小腿 大腿有點短 所以摺起來 其實沒有很合垮 然後呢 腳這邊呢 這塊腳腕的地方呢 腳踝的地方使用的是一個球型關節 很大顆球型關節 三八十五度 前後左右貼地 完全沒有問題 腳趾頭也可以往前 往前攻 做一個 弓箭步的姿勢 這樣弓箭步都沒有問題 所以這隻啦 其實你會玩的話呢 當然它的可動性來說呢 是非常之高的 一個SKIN 做出很帥氣的動作 這樣 很帥氣的動作 沒有問題 各位看一下 當然啦 這一款呢 它有 額外的設計一個 我覺得還蠻巧思的地方 當然各位都知道 終極戰士的臉 就是非常的醜 very ugly ugly的靠北 所以這個 面具呢 其實在這個設計之下 它是可以拿下來的喔 雖然你們可能在很多影片都有看過了 這邊可以拿下來 拿下來會重現它那個 very ugly motherfucker的那個臉 各位可以知道在 電影裡面 阿諾就稱呼這個東西就是 You're one ugly motherfucker 你真是一個醜陋的混蛋 就是在想它喔 那這邊呢 它的頭呢 它盡量還原了 終極戰士的外型 然後還用52toys的方式去詮釋它 所以看起來會 蠻可愛的這樣子啦 其實臉還是很兇啦 只是這邊看起來就很可愛 那頭上的塗裝呢 當然因為這個東西的 這個 的關係 它頭沒辦法塗得很細緻啦 這兩個凹槽呢 就是為了要連接 這個面具的 推進去就可以扣住了 扣住真的很穩 非常的穩 你重金屬搖滾也不會掉 然後呢 這個臉 各位 就看吧 很可愛很可愛 然後呢 小小的彩蛋士呢 這邊旁邊兩邊呢 這個兩個地方呢 外口氣這邊 可以像它劇中一樣 可以左右打開 重現它很生氣的時候的那個臉 啊啊啊的那個 怒吼時候的臉 讚啦 OK 那當然呢 52TOYS的東西啦 最厲害的就是呢 它可以做到一個 變成方塊的這個 這個變形啦 那花了12分鐘多來 解說它的整個可動跟一些故事啦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重頭戲了 就是它的變形模式 OK 那沒有的時候我們直接進入它的變形吧 那變形首先呢 你要先把這個背包旁邊這一塊拔下來 公家庫終於進入變形 坑邊啊 然後接下來呢 你要把它的頭整個做一個180度的旋轉 轉軌變 軌的朝後面 然後呢這個背包的地方 把它往下翻 這裡會看到有一個卡扣是組合在這個脖子的地方 收起來 然後接下來把它的頭整個埋進去 讓它變這樣子 在懺悔 埋進去之後呢 這邊有兩個肩膀的這兩個關節 把它向上翻 折到這個位置 兩邊都向上翻折到這個位置 這時候你會看到這邊有一個 凸點對凹點 組合起來 然後接下來呢 手這邊要做一個旋轉 你看它手臂這邊有一個凸點 這邊會有一個特別凸出來的凸點 這個凸點呢你要把它旋轉到這個位置 這位 然後接下來手臂就可以折曲了 折曲之後呢 這個手臂這個地方呢 再給它旋轉 到這個位置 然後這個 自爆器這個地方打開 這邊有兩個凹點 等一下會對應到別的凸點 先放這樣 這樣把它放下去 然後這邊一樣我們再做一次旋轉 放下去 手刀給它收起來 這裡旋轉 手刀這邊有一個卡扣可以分起來 那變成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我們要把它的兩隻腳 左右給它劈腿 劈腿 劈腿 劈腿之後呢你看它的那個這邊這個 布的這個裝飾這邊有兩個凹槽 對應到這個腳的這邊的兩個凸點 給它組合起來 這樣腳就不會黑白 海來海去 不會在那邊泰山把他折 然後呢這邊 這個腳這個地方呢把它旋轉 旋轉到這個位置 然後腳趾頭 折過來 那這隻腳就把它折到這個位置 另外一邊再做一次 就不要油油了再做一次 這邊 旋轉 把腳這樣翻起來 打平之後呢 這邊給它腳趾頭折去 膝蓋這邊給它折上來 好讓它變成像這個樣子 所以在你眼前看到呢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好對不對 那接下來呢你要運用到這邊這兩個 我剛保留這兩個凸 你要把這一整個這邊這兩個凹 就這個盒子的地方有兩個凹 組合在它這邊這樣給它組進去 那組進去之前呢你要先把這些配件全部裝起來 骷髏頭 可以塞在這邊這個溝槽這邊 塞進去讓它像這樣子 它是會扣上的 然後呢這一個 電漿砲的砲頭可以塞在這個裡面 電漿砲的砲頭給它塞進去 然後不是電漿砲的那個地圖啦 然後電漿砲呢塞在這邊 這樣 那組好之後呢這個東西你就可以把整個像這樣放進去 放進去 等一下放進去 重裝一下啦 放進去這樣把它倒進去 放進去之後呢這邊整個給它組進去 組進去之後呢這邊 凸點對凹點給它組合起來 組合起來 凸點對凹點給它組合起來 組合起來之後呢這邊剛剛我說的這兩個卡扣勒就組合在這邊給它再倒起來 這樣把它倒起來 這邊也是一樣組合好之後呢這邊把它倒起來 然後呢腳裡面這邊呢這個腳趾頭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微微的凸點 組合在這個蓋子上面給它組下去 兩邊都給它組下去 然後稍微壓一下勒 這個盒子呢就會變得非常的穩固 非常的穩固 沒力就是沒力 最後的最後呢把這個醫療包的地方呢 我要攬趴這邊有看到這邊有兩個 對應的凸點 轉對方向 組合下去 等一下 等一下 倒一下 讓它像這樣子完全牽合在這個裡面 那這款52TOYS的一個PLOT終極戰士的變形呢就完成了 各位看到 非常之水 就像這樣子 當然你頭髮你也可以做收納啦 沒有關係給它壓進去也OK啦 當然這個東西就是可以打開 把它像這樣子收納在 這個盒子裡面 它就可以像這樣完美的收納進去 只有漂亮而已 你可以多面角度去看它 然後這個盒子跟之前的一樣呢 這邊用12344個卡扣可以 疊高 也可以左右 組合 然後 那所以你們可以自己買多一點然後組合起來就變成一面52TOYS的一個MEGABOX牆 這樣 那這款最大的特點就是呢 它可以把所有的零件全部塞進去 像你剛剛看到那些什麼戰利品啦 座標地圖啦 跟它的一個 電漿炮的發射器 都可以全部塞在這一款 終極戰士的身體裡面 然後不會有其他額外的零件 但是呢 雖然這樣看啦 這一款的 我個人是覺得啦 它的變形巧思呢 不比它 第一款出的這一隻異形 好 異形的變形比較巧思啦 塞的比較厲害 這一款就是單純可能就是為了討好 有喜歡普勒特的朋友 都是普勒特取向的朋友啦 事實上它的變形其實沒有很厲害 只是它的造型真的做得很漂亮 這從頭到尾我都是沒有辦法去 沒有辦法去說它不好看的啦 真的是很漂亮很好看 也很推薦給喜歡普勒特的人啦 當然如果你只是為了玩52TOYS的 MEGABOX的話呢 其實這款重極戰士我並不推薦啦 因為它的變形並沒有很難 那是很中規中矩的東西 如果你想要買男的勒 我是建議各位買 異形 讚 如果要湊套呢 當然兩隻都買 雖然它兩隻在世界觀上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不過如果你真的喜歡就都買吧 好不好 OK那今天這一款52TOYS的一個 普勒特 Jungle Hunter 就介紹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這一隻商品呢 趁現在剛好推出大貨 一定要趕快去購買 如果覺得 介紹的還不錯勒 就幫我點個讚 分享轉發 如果介紹的只有賽勒 點個這樣子就好了 沒有關係 開心就好 那當然啦 如果覺得很希望 就覺得我喜歡我的影片風格勒 就加個追蹤訂閱 隨時隨地看我更新新的影片 那這邊呢再跟各位強調一下 52TOYS呢 這一款 這間公司啦 它是一間大陸的公司嘛 當然你在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呢 上面會有24G福斯的一個 Mark 我一開始都覺得說 幹這東西怎麼可能買得到24G福斯的一個版權 可是事實上呢 是它真的做到了 它真的買到24G福斯的版權 當然版權有幾次 我們不知道啦 那它確實是買到了 所以這款東西呢 毋庸置疑的 它是一個正版的商品 絕對不是什麼非官方啦 它是正版的 你看連名字都直接打 Puleter 直接用Puleter的名字 所以呢 當然如果你喜歡這個角色 務必一定要去買一支來收藏 不買真的媽媽會罵你 好不好 OK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裡了 其他就不要Rolivasa了 謝謝各位 到啦